公元91年 来自叙雷亚行省的工程师 阿波罗多洛斯 被新上任的执政官图拉珍 招到了罗马 参与到首都的公共建设当中 那时 他刚30岁出头 阿波罗多洛斯出生于公元60年前后 是土生土整的大马士革人 可能有希腊或那巴泰的血统 早在十多年前 刚干上军事工程师这行时 他就认识了随父亲 驻扎在东方的副军团长图拉珍 而当这位他一生中的贵人 若干年后 成了罗马帝国 头一位出生在意大利本土以外的皇帝之后 阿波罗多洛斯的职业生涯 也正式开始起飞了 图拉珍登基后的头一件大事 就是解决边疆的安全问题 从他前任的前任图密善在位时开始 位于多拿河下游 也就是今天罗马尼亚一带的达奇亚人 就对帝国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威胁 图密善曾经遇驾亲征 讨伐达奇亚王国 一度攻占了敌人的首都 可当他班师回朝后 留守的罗马部队 又被那些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的蛮族歼灭 连近伪军的银屋战旗都被对方缴获 这对罗马人来说可是歧视大陆 所以图拉珍继位后 不得不打破开国皇帝奥古斯都 确立的传统边界和防守策略 纠集起一支规模史无前例的大军 远征达奇亚 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个东方的麻烦 公元101-102年 大冰压境的罗马人 花了一年的时间让对手俯首成山 达奇亚国王德凯巴鲁斯 被迫与图拉珍签订和平条约 好为自己赢得喘息至今 回到罗马的图拉珍 也深知这场战斗并没让对方伤筋动骨 于是让深得他信任的阿波罗多洛斯 涉及建造一座横跨多脑河的桥梁 以便军团在局势发生变化时 可以快速挺进到闲线 街道命令的阿波罗多洛斯 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工作 两年内就完成了这项似乎不可能的任务 他选择在今天塞尔维亚的克拉多沃 和罗马尼亚的德罗贝塔 塞维林堡之间的多脑河段上搭建桥梁 为了稳固桥基 甚至用重新定位河水的技术 改变了多脑河的流向 并导致水位下降 这样他就能用来自意大利的岩石 砖块 沙浆和火山灰水泥 砌成20个坚固的桥堆 然后搭起一座1135米长 15米宽 19米高 拱门跨度达到38米的大桥 这就是被视为罗马建筑史上 最伟大成就之一的图拉珍桥 它不但是第一座横跨多脑河下游的大桥 还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 都是世上长度和跨度最大的桥梁 一个世纪后的历史学家 卡西乌斯·第奥曾这么描述 图拉珍在河上建造了一座石桥 与它的其他成就一样辉煌 并且超越了它们 因为它有20个方形石堆 彼此之间相距遥远 由古门连接起来 人们怎能不对它的花费 或建造方式感到惊讶呢 它们被放置在一条如此深的河水中 水中充满漩涡 底部如此泥泞 在估算建桥难度时 必须考虑到这一特点 尽管这座桥对我们没有用处 也许它们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证明 没有什么是人类的聪明材质 无法完成的 果不出图拉珍所料 一次和谈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三年后 重整旗鼓的特海巴鲁斯 又开始了对罗马的攻击 图拉珍也不惯着这些达奇亚人 迅速出兵予以回应 打响了第二次达奇亚战争 这一次 阿波罗多洛斯全程陪伴在皇帝身边 逢山开路 御水搭桥 刚刚竣工的图拉珍桥 也发挥出奇效 不仅让罗马大军神兵天降 还成了战争中 为军团输送补给的捷径 一年后 罗马人把达奇亚首都 萨米泽盖图萨雷基亚 夷为平地 逼得落荒而逃的德凯巴鲁斯 隔后自尽 又顺手把整个达奇亚 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行省 斩草除根似的解决了这个 困扰他们一个多世纪的难题 罗马帝国的版图 随着这场辉煌的大劫 达到了顶峰 而带领他们实现这一切的 图拉珍皇帝 也被元老院赠予了 最优秀的第一公民的称号 据说当他带着 丰厚的战利品凯旋时 罗马城进行了 长达123天的庆祝活动 大斗手厂里 天天人生鼎沸 上万名决斗士 杀死了不下一万一千只野兽 来为人们助兴 但一时的狂欢 对图拉珍来说 还远远不够 为了彰显赫赫战功 他决定用 从达奇亚掠夺来的财富 为自己修建一座 名垂千古的广场 而建筑师的不二人选 当然还是备受他重用的 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 公元112年 阿波罗多罗斯 经过认真筹划后 选择在罗马最核心的位置 修建起了长300米 宽185米的图拉珍广场 广场平行于古老的凯撒广场 垂直于奥古斯图广场 和涅尔瓦广场 他们一起构成了 整个帝国意识广场 为了满足建造广场 所需要的巨量的泥土砖石 建筑工人们 几乎把罗马七丘中的 卡比托里欧山 和奎里纳兰山 都挖成了平地 竣工后的广场气势恢弘 四周被装饰着 雕塑和壁画的 大理石建筑环绕 正中央则高高 矗立着画龙点睛的 图拉珍纪攻入 再为自己的伯勒 图拉珍大地 记载丰宫伟记这件事上 阿波罗多罗斯 绝对算得上不遗余力 内根有20块直径4米 中40吨的卡拉拉大理石 垂成的纪念柱上 他用多达155个场景的 精美幅雕 不厌其烦地描绘出了 图拉珍两次带军 征服达西亚的全过程 这幅总长度 不下190米的 立体莲花画 绕住多达23周 从下到上 密密麻麻地布满了 30米高的柱身 每圈场景之间 用细小的枝丫雕刻来区分 从公元101年的 罗马大军出征 一直讲述到了 第二次达西亚战争的 大火拳上 所有场景中的人物 多达2662个 而男主图拉珍本人 更是出场了58次之多 据说当年的浮雕上 连所有士兵的武器 都是统治的 可惜帝国毁灭后 他们都被人偷走龙跨掉了 继公住不光外观华美 内里也别有乾坤 他被阿波罗多洛斯 设计成中空结构 基座内部是宽敞的厅堂 高大的柱身里 则设置了185级螺旋阶梯 好直达立柱顶端 那有座在360度 环绕阳台的小阁楼 能清楚地看到 头顶近在咫尺的图拉珍雕像 这种独树一帜 又节省空间的设计 对后来的罗马建筑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逐渐在整个帝国传播开来 甚至到了1700年后 拿破仑还模仿他 在巴黎树立起望多姆园柱 来纪念自己 在奥斯特里斯战役中的大姐 按照古罗马人的习惯 建筑师并没有在作品上 留下自己名字的权利 因为这会掩盖 出资修建他们的皇帝 和贵族们的功绩 然而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 却打破了这个惯例 成为古罗马历史上 唯一一个连名字带作品 都流传到了后世的建筑师 由此可见图拉珍 对他的欣赏和器重 在图拉珍时代 阿波罗多罗斯几乎参与了 所有标志性公共建筑的设计和建造 是当仁不让的帝国首席建筑师 在意大利 他监督修建了 位于贝内文托和安科纳的 图拉珍凯旋门 在西班牙 他指导兴建了 而在大本营罗马 他更是众多广场 剧院 竞技场和神庙的建造者 甚至还参与过万神庙的重建 一件接一件的作品 为这个来自东方的叙利亚人 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谁也不知道 那颗充满奇思妙想 和创新精神的脑袋 还会给帝国带来多少惊喜 可这一切 却随着图拉珍时代的结束 走到了终点 公元117年 图拉珍在从前线 回石镇压帝国骚乱的途中 并逝于小亚西亚南部的塞里努斯 当他的遗体 从遥远的土耳其海岸 回到罗马城后 元老院投票决定 将他安葬于图拉珍住 底座的房间里 这样皇帝的遗骸 就可以日夜受到 罗马人民的瞻养和祭拜 而每个人来此积淀时 注意力都很难不被 吸引到立柱的顶端 那象征着皇帝的荣耀和灵魂 已经通过高高的柱子 升入了天堂 图拉珍的继任者 是他的养子哈德良 相比养父 更保守 一上任就放弃了先帝 在两河六域取得的成果 把帝国边界 重新退回到开战前的状态 除非将镇压叛乱 这种不得不执行的任务 哈德良并不热衷于 带领着大军东征西战 而更愿意在帝国 已经足够广袤的疆域里 大兴土木 创建能让自己 名吹千古的建筑 光在首都罗马 他就重建了古老的万神庙 还修建起了庞大的 维纳斯和罗马神庙 以及自己日后的葬身之地 哈德良领木 可想而知 这会让皇帝和早就 名满天下的建筑太斗 阿波罗多罗斯 产生更多的交集 叙利亚人以为皇帝 会像他的养父那样 给予自己充分的信任 和创作攻坚 想要什么建筑 您画出道来 我肯定圆满完成 可偏偏哈德良 对建筑学兴趣浓厚 在每个项目上 都会指手画脚 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让阿波罗多罗斯 感到不胜其烦 和大多数身回绝技的 专业人士一样 阿波罗多罗斯 在为人属事方面 并没表现出足够的情商 即使面对皇帝 只要涉及到建筑领域 他也会有意无意地 进行讽刺或嘲笑 传说有次哈德良 兴冲冲地拿着半个 掏空的冬瓜 去找阿波罗多罗斯 讨论给万神庙 修建一个前所未有的 穷顶的可能性 结果被大师 当头破下一盆凉水 世上最伟大的 唯有希腊建筑 到一边去玩你的冬瓜吧 这些事你并不懂 根据卡西乌斯迪奥的记载 建筑师不止一次 流露出的轻蔑 深深冒犯了皇帝 最终为自己惹祸上身 哈德良先是将他放逐 后来又在公元130年左右 以微不足道的罪名 处死了他 当然也有不少人 对迪奥的说法提出过质疑 因为堂堂皇帝 实在没必要 对一名毫无威胁的建筑师 如此大动肝火 他们更倾向于 阿波罗多罗斯 是在哈德良统治期间自然死亡的 毕竟那时 他也有将近70岁的高龄了 但不管怎么说 进入哈德良时代后 阿波罗多罗斯 确实没再留下过 太多值得一提的作品 就连让他生名确起的 图拉针桥 也因为保护帝国边疆 不受蛮族侵扰的理由 被哈德良下令拆除掉了 索性建筑师的名字 并没被抹杀 和他亲手建造的 图拉针纪公柱一起 经历过将近2000年的 风风雨雨留存到了今天 其实相比阿波罗多罗斯 建造过的一系列广场 剧院 神庙 凯旋门和桥梁来说 图拉针柱既不够雄伟 也不够坚固 但造化弄人 即便图拉针广场上的建筑 已经基本清疲无存 这根独苗却依然昂首挺立 从未倒塌过 作为为数不多的 能从古罗马时代 完整保存下来的建筑之一 图拉针柱 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更是那个时代 造型艺术的代表作 向人们栩栩如生地展示着 古罗马浮雕的巅峰水准 他的缔造者 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 也许没能完美把握 自己的人生结局 但却用凿子代替笔墨 一笔一画地为后世 书写出了帝国黄金岁月的模样 光凭这一点 他也应该能含笑九泉了吧